沙烏地阿拉伯駐台商務辦事處 然後這個叫什麼 阿拉伯在台商務協會 那你不覺得兩個很相像嗎 我們所有在台灣的商務喔 在中東地區都是由阿曼 阿拉伯跟約旦三個商務代表處 來協助我們整個在中東的國人 那今天他們遭受到這樣的不公平的對待 他們是沒有辦法接受 而且多次向外交部成情跟反應的 請問一下為什麼卻遲遲沒有下文跟結果 這個章是他們這個協會自己刻的 去向民眾做文件認證的收錢 打著外交的名號 傷害到了我們阿拉伯相關的使節 更誇張的是他們過程當中 還反被這個民間組織去提告 中山分局去把我們沙烏地阿拉伯的這個大使 本來是要把他呢帶去偵查 差一點大使的豁免權就不見了 我有要求我們外交部要來協助這些駐台的代表處 或辦事處啊 他們的外交豁免權 那我們也呼籲就是相關的政府單位啊 在傳喚或者是進行司法行為的時候 必須要先 部長 部長您不瞭解 因為他可能 外交部 他可能搞混了 您知道嗎 他用了chamber 他用了人家的國旗 所以有可能這個內政部這邊 他也搞不清楚狀況 阿拉伯在台商務協會 他是向內政部登記雖然合法 但有沒有違反他登記的這個業務 再來他如果進行商務 那有收錢 這裡啦 這些可能的這個爭議 再來他跟駐台的這三個國家的代表處之間 的紛爭 雖然是法律的問題 但是呢 我們外交部一定要去捍衛 這些國家的辦事處 他的外交權益 阿我們利用這個機會把他查明 對 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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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ity